丽雅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母亲 雅各逃避她哥哥 然后就跑 她的父母就叫她去她的舅舅家 所以雅各就逃亡 就到拉班 就是丽雅的爸爸的家 她在那个路上就遇到了拉姐 其实在拉姐跟丽雅是两姐妹 今天主要我要分享丽雅 圣经里面说丽雅 她的长相可能没有长得妹妹的那么漂亮 圣经里面说她的眼睛双眼无神 也就是说她眼睛可能长得很小 然后眼睛无神的话 眼睛没有精神的话 整个人看起来可能就是让别人看起来 也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不舒服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她在这个当中 她的一生的里面 其实她一生的里面可能她很渴慕 被人关爱 被人来肯定她 因为她可能两姐妹成长的过程 那妹妹长得 圣经里面说妹妹长得漂亮 可能就人见人爱 活泼 可能丽雅的心里面 本来就有一些的 这个可能她的自卑在她的里面 可能有很多的自卑 但是当这个雅各逃到他们的家 她的爸爸接纳了他们 接纳了这个雅各 然后就说是他们的亲人 这个丽雅的爸爸 拉班就说 那雅各你在我们家一个月之后 就问她 雅各也很勤奋 就帮他们家做家务 帮她养羊 帮她做家事 可能在这个的里面 拉班就看到她 就喜欢她 就说 我不能让你白白做 那你要怎么样 那她就说 好吧 如果是你要那个的话 你要给我公价的话 那我愿意为 我喜欢拉姐 就是 我愿意为她来服侍你七年 那这个 爸爸的就答应了 就是我的小女儿 她喜欢我的小女儿 这个未来的女婿 就来为他们服务七年 到七年满的时候 雅各就跟他的这个 舅舅说 七年已经满了 那今天 你要把你的女儿来给我了 然后拉班就说 好啊 那就请了 许多的客人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可能那个流水席 办了几天 到真正结婚的那一天晚上 客人走了 然后拉班呢 就把这个大女儿 丽雅 就送去给雅各 那雅各当天晚上 结婚的晚上 他都不知道 他跟丽雅同房了 但是他不知道 不是他的新娘 隔天早上 他才看到说 我要的是拉姐 为什么 我得到的是丽雅 结果他也不高兴了 生气了 就去问他的约夫 他的约夫说 在我们的习俗的里面 那大女儿没有出嫁 不可能是给小女儿出嫁 那就是拉班 借了一个借口 就是骗他 后来也是用 好多的方式骗他 那他就说 那我愿意 可见雅各多爱拉姐 他就说 我愿意为拉姐 我再服侍你七年 那你要把拉姐给我 拉班也竟然答应他了 就说好 那但是你要等了七天之后 过了七日之后 我把拉姐给你 你要再为我服侍七年 那雅各他爱拉姐 他愿意为他舍命 为他牺牲 可是在丽雅的心里面 丽雅单独有 她的丈夫 只是有了七天 她的丈夫 只有七天的时间 可是在这七天 雅各虽然她跟雅各 就像说同传异梦 她跟她同传 可能雅各的心 根本不在她的里面 可是我们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想 丽雅真的是很可怜 很委屈 长相长得不好 也不是她选择的 也不能怪她 可是当她父母 要为她来安排这个婚礼 她却答应了 因为她心里面有一个渴慕 一个渴望 她觉得可能就是爸爸安排 可能这个雅各 可能会同意得到 她想要得到这个爱 没想到雅各并不爱她 圣经里面就讲到说 当这个七天满了之后 拉班把拉姐给了 给了雅各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雅各爱拉姐比爱丽雅多 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她 可是就为了一个义务 跟她在一起 在她的里面 丽雅的里面是多的 多么的 渴望 用不同的方式来 想要取悦她的先生 可是她并没有得到 打开 我能够